有一种虫生叫经络 有一种艺术叫经爆 地球上万物生长所需要的能量来自阳光 然而阳光这一物质却很难抵达 深度约为一千米的海域内 其实生活在该区域内的海洋生物 它们生长所需要的能量 主要依赖于海洋中的部分特定化学物质 这些化学物质大多数是 海底火山喷发后释出的产物 因此在海底火山喷发后释出的产物 在海底热喷口附近形成了数量庞大 繁复多样的海洋生物圈 1977年 美国海军的一艘巡洋舰艇 在抵达一千两百多米的海底时 发现了一具灰晶的尸体 这也是人类首次在一片漆黑的海底处 亲眼目睹鲸鱼的尸体 后来生物学家为这次探险到的 金师尘海的现象 赋予了一个艺术气息浓厚的名字 鲸洛 1998年夏威夷大学研究人员指出 北太平洋的深海中约有43种以上 12490个生物体 依靠着金鹿这一现象生存 这是因为一具金鱼的尸体 可供一套以分解者为主的 循环系统存活数百年 堪称一金鹿万物生 显然在一千多米的海底深处 不见天日也十分的冰冷 大多数海床表面都是贫瘠的 直到一具金狮在海域内缓慢陨落 在逐渐下沉的过程中 金狮将吸引不尽其数的深海线 芒蛮和税沙等生物 随后成千上万的海洋生物都将一一赶来 攀附在金狮上肆意吞噬 不满一年后 金鱼身上90%以上的软组织 都将消失得无影无踪 该阶段被人们称为 打动青道夫阶段 当大型腐蚀者饱餐一顿 悄无声息地离开战场后 便步入了第二段机会主义者 这意味着多毛类以及甲壳类等 小型海洋生物将强势入住子弟 它们还会将金鱼鱼下的腐肉啃食殆尽 这一过程大概为两年 其中还包括一种恐怖的 钻骨寄生生物食骨蠕虫 这类史前生物会成群结队地 在金狮的骨头上肆意钻骨 依靠共生细菌 获取金狮骨盒上最后的养分 美国夏威夷大学的海洋学家 克雷格·史密斯曾对此表示 由于19世纪末 人类社会处于普京高峰时期 从而间接地导致了地球上 50%的食骨流虫种类 走向灭绝 然而这仅仅是原因之一 因为当金鱼的尸体 仅剩下支离破碎的骨架时 深海内独特的生态系统 才真正展示它的威力 此时大量的艳养菌 将不断注入金谷等组织中 艳养菌们将分解金狮中的支类 同时它们还将释放出 有毒气极强的硫化氢 这对于大部分海洋生物来说 是致命的 但对化能滋养菌们来说 硫化氢却是它们至关重要的 能量源 除此之外 这些艳养菌们还将为生活在 海底的疑贝 蛤和海蜗牛类等海洋生物 提供营养 令这些海洋生物繁衍生息 这一现象一般来说 将维系数十年 甚至数百年之久 被人们称为 大能滋养阶段 当它们榨干了金谷中 最后的有机物后 金鱼的残骸 矿化为胶岩 这也是经络现象 最后的一个过程 名为胶岩阶段 不难看出 一只金的陨落 为贫瘠不堪的深海世界 赋予第二次胜利 如今 地球境内 金类动物 约有八十多种 然而 真正意义上的 经络现象 需要一只 重达三十吨以上的 大型经类 才足以形成 根据数据显示 仅有不足十种的经类 死亡后 会逐渐演化为 罕见的经络现象 更令人意外的是 其中约有一半的 金类属于 宾微物种 随着工业化 补金的普及 令大型金类 再次推入险境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金落弹珠的奇迹 将在地球上 消失得 无影无踪 因为并非所有的 金鱼尸体 都会深埋大海 部分金鱼 会漂浮上岸 搁浅而亡 值得注意的是 当人类在海滩上 发现一只 搁浅的金鱼时 切记不要向 金鱼靠拢 这是因为 逝去的金鱼 很可能会发生 金暴现象 2004年1月 一只重达50吨的 抹香精尸体 在送往台南市中心的途中 突如其来的 金暴现象 一声巨响后 现场血肉模糊 不堪入目 600多名 闻风而至的市民 无一例外地 接受了 抹香精的洗礼 后来人们便对 金暴这一现象 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人们才逐渐了解到 金鱼逝世后 它的内部组织和器官 也将逐渐腐败 随后 细菌也将在体内 迅速扩散 令体内的蛋白质分解 从而产生 大量的甲烷 氨 硫化物等气体 在膨胀的作用下 令金暴现象 叙事而发 令人意外的是 人们曾在 搁浅的金鱼的胃中 普遍发现了 塑料袋鱼网 虽然人类 无法依据这一现象 断定塑料袋鱼网 是令金鱼们 搁浅的主要原因 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人类活动 显然环境污染已经危及了 海洋生物们的性命 如果人类继续执迷不顾 经络这一现象 也只能表示 无能为力了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